大家好,中美爭霸,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9月17日星期六的 大家好 美國參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通過了一個叫台灣政策法 這裏令兩岸關係或者中美關係 進入了一個緊張的 一會兒會詳細說,裡面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美國經常都會挑釁大陸呢? 連續三年了,特朗普臨下台到現在 經常有一些高級官員走去台灣,逼你大陸打去 打台灣是這樣的 究竟為什麼會不斷搞的呢? 除了這件事之外,另外 美國國內9月13日 我和江志瑜在財經揭露就認為已經是一個股災 已經是在引爆的了 也都是跌穿了我們認為 重要的支持位的了 就是在倒山泥 另一邊其實就是說 美國國內都是危機四伏 因為有一些鐵路工人要罷工 一會兒就會講一下美國經濟的問題 也會講一下中國那邊 因為人民幣也跌穿七算了 我做節目的時候是7.02 也跌得很快 除了這些之外,另外 有一個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就是阿美麗和阿塞百姜大打出手 這件事令到普京都頗沒面子 一會兒會想跟大家講一下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 也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仇必記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時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 進正題說一下 我們之前做了兩節說 我就說 印度這個國家 我就不會歸他東方或者西方的一緣 這件事我之前沒有說 印度決定不參與印太經濟框架 這件事就是拜登搞了印太經濟框架 這件事 顧名思義一定有一個印度 誰知道印度說不玩 就是IPEF 就是Indo Pacific Economic 這個框架 這件事 印度就必須參加在美國 但是現在呢 這個莫迪就決定不玩 臨去這個尚核峰會 薩馬爾罕這個地方 之前他就已經說不玩了 薩馬爾罕在這裏 都挺重要的 就是現在開這個 剛剛最近開這個峰會 那習近平第一次 第一次外方去完哈薩去 去烏志在這裏 但是首先說回印度先 印度就是 我做節目一刻 我還沒知道 習近平會不會見莫迪 但是我猜會見的 但是應該不會有太多東西放出來 印度的角度來說 就是你 我印度 不會幫你俄羅斯 也不會幫你美國 但是 你俄羅斯 賣石油不用美金 美國人不斷加息 我手上沒什麼美金 我可以用其他貨幣幫你買 這樣 這件事有好處 所以印度就不跟西方制裁俄羅斯 就逼不死俄羅斯 是吧 或者是西方也都經印度 可以買俄羅斯石油之後 或者是天然氣 轉賣給歐洲 也夠自己言微之急 就是給人 又給自己一個機會 但是印度 在西方制裁俄羅斯裡面 沒有站實 在西方那邊 反而做了一些有利俄羅斯的事情 但是 你說 對於拜登的一些拉攏 他會覺得 喂 你搞印太經濟框 你賣多些錢先 你給我不夠水 我為什麼要支持你 印度就在這裡 見你東西方血拼的時候 就兩邊拗好處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的節目說的時候 仍然是 它是正在發生的 印度是正在做的 所以我覺得印度 在薩馬爾行 見習近平或者見到普京 我想都是爭取很多 他不會太真誠 但是呢 亦都是說 喂 這麼多國家參與 我當然是趁去啦 現在呢 印這個 呃 這個 上合組織裡面 成員國抗原的程度 都是開始 這次呢 去到第九 第十個國家 喏 今次在薩馬爾行來講呢 伊朗就應該完成那個 成為會員國的一個程序 應該就會完成的了 但是呢 這個白俄羅斯呢 將會啟動接收程序 應該在那裡會搞一整年的 那麼明年又會成為這個 成員國了 那麼呢 監察員的國家呢 現在就剩下兩個 一個就是 阿富汗的 伊斯蘭共和國啦 將會成為監察員 但是阿富汗可能裡面比較暖一些 那就不會這麼快 開啟接收程序啦 蒙古呢 看看看看 我想都要參加的了 是被中國俄羅斯夾住啊 那麼 他都我想 他乃美國都沒有用的了 但是對話夥伴呢 一大堆 其實遲些的話呢 可能這些 很多一些 我想土耳其 又是一些著名的騎場派啦 但是我估計土耳其 應該做不到 這個觀察員國的 阿塞拜疆啊 阿美尼亞都做不到的 但是你說呢 這個沙地阿拉伯啊 你說這個 埃及啊 卡塔爾呢 因為卡塔爾呢 跟伊朗很友善的啊 那所以呢 會不會說 這些都會成為一些的 沙地阿拉伯也是對話夥伴啊 那會不會都會升做這個 如果美國的觀察員國呢 這些是隨時發生的啊 因為呢 這些中東國家 我都說過的了 親大陸呢 和俄羅斯呢 他們兩個當然是想中東和平 因為他是在東半球的國家 不想東半球亂 但是美國是作為世界霸主 他如果融讓東半球太平安的話呢 他就會令到他被邊緣化 所以他一定在中東搞事 那所以呢 現在的中東國家 都是看透了的了 跟你美國人 經常打仗 經常亂 我不如跟你中國和俄羅斯 還連你洞之旗 你現在用上合組織 可以反恐 軍事保護我 是吧 這個呢 這個位呢 先說這麼多 關於印度啊 或者上合組織的東西 那我又拉過去呢 納卡戰爭啊 納卡戰爭不會下太多時間說 納卡戰爭呢 其實就是在亞美尼亞 和烏茲別克道 那就是說 如果你看這個地圖呢 你看到原本 這些虛線的位置裡面呢 開始變藍色 就是說呢 阿塞拜疆呢 在原本 這個亞美尼亞 住的地方 其實他們呢 可以說 亞美尼亞人呢 世代都住在納卡的地方 不過呢 在蘇聯時代 將這個地方給了亞塞拜疆 但是這些住在裡面的亞美尼亞人 當然想做 想關於亞美尼亞啦 那麼 亞塞拜疆就說 喂 那麼我的領土 就被你 亞美尼亞搶了 所以就有爭俗了 名義上是亞塞拜疆 但是裡面住了的亞美尼亞人 所以呢 現在呢 就亞塞拜疆呢 開始 他就說 我要光復 原本屬於我的領土 亞美尼亞就說 喂 這是我世代住的地方 現在你是入侵我 那是不是真的 雞紅鴨說呢 有理說不清呢 那國際局勢來說呢 就是說 因為 俄羅斯呢 就搞了一個集體安全 安全組織 集體安全組織裡面呢 哈薩克啊 白俄羅斯啊 亞美尼亞也有份 亞塞拜疆是沒有的 那麼 但是問題呢 就是俄羅斯跟亞美尼亞之間呢 隔住了格魯庚亞 格魯庚亞呢 就是反俄的 不要理先 他想加入北約的 那麼呢 現在 這個格魯庚亞呢 就是 Georgia呢 是親阿塞拜疆 和親土耳其 所以呢 阿塞拜疆呢 就建了一些油管 經格魯庚亞呢 直入土耳其 就是 賺錢的 變成 亞美尼亞呢 就被隔住了 喂 他三邊包圍的 都 不是他的朋友 格魯庚亞是親阿塞拜疆 多過親 阿美尼亞的 那麼 俄羅斯 想照顧他 因為你是前 蘇聯的 加盟共和國 但是 被其他格魯庚亞隔住了 那就很尷尬了 現在 阿美尼亞 被阿塞拜疆欺 但是 因為俄羅斯 在烏克蘭裡面 還在砍油 打仗 就沒有辦法 抽調兵力去保護 這個阿美尼亞 所以問題就這麼嚴重了 就是說 喂 現在就很明顯 整扎 土耳其 和阿塞拜疆 就趁俄羅斯 亡 就趁火打劫咯 我不知道呢 進展是怎樣 打打仗的時候 已經 但是普京呢 新的手 叫他停 停下又打下 停下又打下 會不會再打呢 可能會的 真的沒有辦法了 這個世界就是 弱肉強食的了 我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 因為 格魯吉亞呢 就有個南武塞梯 或者是阿布哈茲 被俄羅斯佔領了 因為 格魯吉亞呢 都是受西方鼓動的 對俄羅斯人 就開始動手一腳 好像烏克蘭那樣 烏克蘭是 搞種族滅絕 講俄羅斯話的人 那 格魯吉亞呢 就 開始虐待俄羅斯人 俄羅斯又見你入侵 這個 南武塞梯 和阿布哈茲 2008年的奧運會 所以俄羅斯就反擊 霸佔了這兩個地方 格魯吉亞和俄羅斯 基本上就不妥 但是格魯吉亞又不敢大聲罵你 因為免得你打他 但是未來來說呢 格魯吉亞是有一些新化實驗室 都是在美國那邊搞的 俄羅斯會不會有一天 都是會 要 亡了格魯吉亞 然後令到他的兵力 直入阿美尼亞 然後撐回阿美尼亞呢 如果 格魯吉亞亡國的話 俄羅斯的力量就直入阿美尼亞了 那就可能 這個比較理想些了 但是不知道這一天什麼時候發生 但是格魯吉亞因為 有美國的新化實驗室呢 死的機會都挺大的 未來十年 我認為 另外就是說 現在阿美尼亞呢 叫天不應叫地不仁呢 就好像說 會發動一些飛彈呢 想炸了阿塞拜疆 入土耳其 就是經格魯吉亞那條油管 那做不做得成 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我們再留意 將來的新聞 那我們呢 轉講話題吧 就講這個 美國的情況先 其實我覺得9月13日呢 是開始了股災 這個股災呢 令到這個世界的資金呢 是恐慌 所以呢 令到美元再急升 那我做節目這一刻呢 上到110了 美元指數 那其實呢 過去 可能二十幾年都沒有試過這麼高的 啊 美元 因為其實歐元那邊弱嘛 但是其實現在呢 問題就是說 這個呢 美國那個股災9月13日發生的 就是我們是9月14日的凌晨 看到美股突然間跌了千幾點 是不是 那麼其實呢 跌完是繼續跌的 那個形勢是不好的 那麼 原因就是說呢 美國當地呢 其實呢 說那些的房租呢 如果你有看財經紀錄呢 就會知道的了 就是說 原來那些 房租呢 或者是樓市呢 樓市呢 樓市升 房租升 那有一些的說法 有一些說法而已 他就說呢 由於呢 有一些的民主黨的州呢 他是做一些呢 叫做租客保護條例 大約的名字是這樣 就是說 叫那些業主 不准逼那些租客走 如果他不交租 那這件事呢 當然是對業主呢 十分之不利的 但是 你 你 你去政府 去搞一些這樣的法例 去刊些業主的概 令到他 嘩 人家住了我的房子 我收不到租 我怎麼供樓啊 那你真是逼死業主而已 那業主呢 有一些反抗的行動 第一 我擠了房子去 第二 就是 供應少的時候 就 租金升 是吧 另外的就是說 其實美國印這麼多錢呢 也有很多人買樓 所以現在美國呢 就算 美元升了這麼多 譬如說日元倒 英鎊倒 英鎊呢 對港幣就跌穿九算了 真是很少見的 真是 上次呢 2016年 英國呢 通過了脫歐呢 幾潮都沒試過跌穿九元 但是這次跌穿了 其實西方整體很混亂 美國經濟也可以說 通脹壓不了 因為可能裡面的管治很差 譬如說 那些人民走去搶東西 那你搶東西的時候 你控制不了 有去搶 譬如說加州的法例就說 你搶不夠一千元美金就有你了 不用你坐了 也不用你告了 但是你這樣 去放縱人去搶東西 你是收買少數族裔 是不是 這個是 民主黨的套路來的 共和黨那些州就會 拘捕這些搶東西的人 那些黑人當然是移去民主黨州 因為共和黨州不讓你搶東西 但是你搶東西的話 那些商家 譬如說去做大商店 整個美國都有 但是我在加州 在紐約被人搶 那我不見很多錢 但是那些保安就不會拿槍拼命的 因為搶東西的人不知道有沒有槍 那最後就買保險鏡 保險就升了 接著那些東西亂七八糟之後 他們計算數就一氣過 整個美國都加價 我不管你共和還是民主 我全部商店都加價 拉上保下 那美國這個通脹失控呢 是裡面內部管治的問題 那些民主黨州 你放中一些租霸 放中一些小數族裔黑人 或者是那些墨西哥人去搶東西 那些窮的人去搶 你放中它的時候 最後那些成本 是整個國家一起分擔 你令到通脹失控 那通脹失控的話 是會令到聯儲局野蠻地去加息 加速去收割全世界 希望收割的錢可以補到美國的倉 但是 看來的情況來說 美國仍然是走向蕭條 因為你的治安改善不到 這個我是這麼看的 所以我覺得 美國經濟會不會 就算升到這麼高 會不會遲些會崩潰呢 有可能的 因為你這樣加股市倒下 接著去到冬天 俄羅斯血拼的時候 你玩到歐洲散了 但是最後 冬天 你自己 裡面的人窮啊 亂的時候 會不會你搶東西又厲害一點呢 歐洲沒有你這麼多槍 你美國多槍 多槍就有個誘惑去搶的了 我們再看看美國的未來經濟是怎樣 但是那些鐵路工人 就說很辛苦 本來想9月16日開始罷工 但是呢好像剛剛禁停了去啊 拜登 好像說答應了一些事情 暫時不罷工處 再談判一下先 但是其實 現在離開中期選舉的時間太少了 剩下呢 是七個禮拜左右 就是過半月鬆一點 你會不會在中期選舉爆之前 再出現罷工 還是你拜登引銀子 貼辦這些鐵路工人呢 原來那些鐵路工人如果全國性罷工呢 美國每天損失起碼20億美金 停三天就60億 就是你 拜登頭上有把刀的 如果那些鐵路工人 最後你不肯加薪 他們發瘋上來 你的選票跟著一亂 那些人就沒有工作 或者是說 運輸成本差 買不到東西 那些人又發瘋 投票就不給你了 所以拜登是很投行的 美國國內很多經濟問題 另外呢 我是想說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當然就是有一種轉而視線的 的一個手段 但是說台灣關係法之前呢 我一直提一提 有件事我要提的 之前有人傳 或者有些文章說 說班農呢 就出了庭 說他認了罪 但是我現在看香港01 或者很多的 都是在香港的Google search 是找不到班農 轉組點證人 搞特朗普的說法 是在大陸傳而已 但是也不是普遍傳 現在我認為呢 應該班農 就被民主黨夾緊 但是班農應該還沒有跪下 但是不排除 比如說班農如果將來 頂不上壓力 做污點證人 告特朗普呢 那就比較亂了 看看美國的內鬥成怎樣 因為拜登面對內部經濟 這麼混亂的時候 他很想整死特朗普 如果你逼到班農做污點證人 告特朗普呢 起碼 他認為這樣可能救到自己的選情 這個是拜登的幻想 所以拜登 他為了這個中期選舉 就在烏克蘭做一個大反攻 也趁俄羅斯 真的預備冬天大攻勢 沒有人沒有物的時候 他偷襲 找一些不能打的去頂住那裡 他真的被他攻陷了那些不能打的 總之 拜登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選舉的 將來的發展我不知道 但是台灣政策法也是為了選舉 因為 最好你的人民就去台灣那邊了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現在台灣政策法呢 就是要 提升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然後呢 把辦事處改名做 台灣代表處 以前叫做台北 經濟 美國台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 那現在就改名了 但是有些說法就是 那些名字可能又變來變去 玩些文字遊戲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以前立陶宛 他挑釁大陸 他就把台北經貿辦事處 改名做台灣辦事處 大陸實情就 將 這個 立陶宛和大陸的關係 跌到代辦級 快要去斷交了 美國 就以他 用這個方法去玩 跟著呢就說 賣多些武器 每年起碼賣45億武器啊 又或者就說要制裁大陸啊 阻止大陸武統台灣啊 跟著又說要幫台灣進入國際組織啊 那這些呢 我不說那麼多了 台灣政策的內容 很多繁瑣的內容 但是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台灣是一個國家來做 那這些做法 對大陸也是一個很大的挑釁 那其實呢 我覺得呢 大陸呢 暫時 都不會這麼急去打台灣 因為呢 其實 你在今年二三月來講 就有一些的 真是共產黨員 但是呢 他在上海那裡呢 他是以西方的一種 與病毒共存的概念 去放縱疫情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在上海呢 是有一些的 呃 中共的一些黨員 已經是叛國 已經是對抗中央 其實就是說呢 共產黨一個這樣的團隊 幾千萬人 那始終都是有一些人呢 被向 即是被西方收買了 其實呢 那 這些的人 有些現了營 你可以炒他 但是有些人你是懷疑他 而沒有百分百的證據 但是呢 其實 現在這個換屆呢 有一個好處 這個換屆呢 就是可以呢 去 去 去 真的炒了他 只是說當正常的換屆 你原本在這個位置 我懷疑他有問題 我調去管理這些什麼 中共歷史黨案就可以了 是吧 類似類似 所以呢 我認為最理想的時間 打台灣也是 完成換屆之後 即是三月兩會之後 比較理想一些 但是 完成了二十大呢 已經叫做初步 換走了一些人 所以會不會 這個冬天 打台灣呢 這樣 我覺得機會不大 但是有可能的 因為美國的挑釁呢 越來越離譜的 但是美國為什麼會 這麼瘋善 不斷挑釁大陸 由特朗普還沒下台的2020年 到現在連續三年都不斷派一些 人 走到台灣 甚至說有士兵 有軍機 去降落台灣 去挑釁大陸呢 原來就是說 原來美國 很多的航母艦 或者是戰艦 已經是越來越舊 譬如說尼米之河 1975年下廠 其實現在說 有很多航母艦 要準備退役的 現在估計 美國的航母艦 到了2027年 大部分都要收工 現在美國呢 因為它搞這個 去工業化 就是說搞全途化 其實拿到它的造船業 十分之失敗 原來說 福特級的兩隻戰艦 金賴迪號 和企業號 原來是已經做了十幾年都未生產出來 即是說 現在美國的造船工業已經是很差的 所以美國就認為 如果我拖到2027年 我十幾艘航母艦全部都退役 全部舊到都動不了 那我豈不是一定輸給你 我趁我的武力 船還能走的時候 挑你大陸打台灣 我還有得打嘛 原來的邏輯在這裡 但是遲些再談一下 對 那是 對 谢谢大家